说清楚这个事情以后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用这个东西了 黑黑的啊 了点 然后呢我们先 make dr 02 cd02 cd02以后的话 那么这里边首先啊 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npm你装了没装 npm以及node你装了没装 这个其实一开始装过的 如果不知道自己装了没装的同学 就是打一个node-v 或者打一个npm 或者cnpm-v 对 那么基本上来讲 你就能看到他 他给出来的你的这个 这个各种的版本号 这个是 -v吗 -v不对 那cnpm-v呢 对 cnpm-v就可以 那个npm-v是可以的 6.4.1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v10 10.15.3 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有了以后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生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package.json 好 第一个问题 package.json 是属于第一空间的 第二空间的 还是第三空间 它是给浏览器用的 还是给安装包的文件用的 还是给 node.js 也就是编译期间的 这些东西用的 package.json 你看它跟cnpm相关 这个东西是给安装包 使用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先进到02里边 进到02里边以后 首先我们要生成一个 package.json package.json 是npm用来管理 一个项目里的包来用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生成一个 package.json 你可以手动去生成 那个有点慢了 那么我们怎么生成呢 我们打cnpm enit 如果直接打enit的话 它会在生成package.json的时候 它问你一大堆问题 这个问题问的 你很 就是你很不愿意 所以一般来讲 有的时候 我们简单点 就是说 你叫杠外 杠外是闭嘴模式 就是他 他不来问你 他自己动 我们直接就这样 OK 你看他生成了一个 生成了一个 那个不就叫02 这个我们不在意 verin就是1.0.0 好 description没写 main.index.j main入口 是index.js 这个index.js 是干啥用的 这个不是给你运行用的 这个其实这个里面设定的main的 这个main的入口 其实是给后面的 node.js 是给第二空间用的 也就是第二空间的时候 会找这个index.js 然后去完成编译 完成完的编译 最后输出 放到一个文件夹里 才是第一空间里边 用的那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有些同学 进来进到webpack里 后就感觉特别晕 你晕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把三个东西 给你混在一块 而且他都叫java script 你如果在java里边的话 这个其实 你写java程序的时候 你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java程序里面 main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他们的编译 很多的东西 其实它的管理 它不是以代码的形式 它是以脚本的形式 你像windows 那个底下的编译的时候 是以batchfile的形式 来做整个编译过程的 那么这个 它很容易分 一个是脚本 一个是代码 这个怎么能 能就是混在一起呢 但是弄的js麻烦了 它编译过程的那些代码 其实是 是js的 明白吧 所以这就是它 它麻烦的地方 然后这有个script 这script我们可以不管 回头我们再说keywords 还有这是作者license 这个东西就 你可以不用管它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在做完以后 我们看这儿 刚才这是一个空的文件夹 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产生了一个package.json 那么我们可以 到这里面来看一下 package.json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东西 02 package.json 就这么个东西 好吧 package.json 其实是一个项目底下 安装包的各种情况 那么未来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其他的安装过程 都会跟这个package.json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 然后 底下我们要安装webpack 先看一下webpack有没有啊 如果他给你打出这行webpack 不是内部命令或者外部命令 OK 恭喜你 没有 怎么办 安装cmpm 这个节课和下节课几乎都是 这个就是 都是安装各种东西啊 就是都是跟着黑矿 那个那什么了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你这都得学啊 然后是cmpmi i i就是install 你可以写成这样 也写成这样 那么你是愿意写一个字母呢 还是愿意敲一堆字母呢 还是有可能敲错 是吧 你自己选webpack 打完webpack以后 这个地方后面有一个参数 叫-g 我来说一下 后面在安装的时候 会有三种参数 -g -d 和-s 这三个参数 你只能使一个 不能同时使 然后-g是什么意思呢 -g是把webpack安装在全域 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打webpack都能找得到 而-d和-s 是把它安装在一个局部 只有这个文件夹局部能用 出了这个文件夹都不能用了 记得我们刚才在打 打这个react的吗 react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加 因为那个时候 你就是一个网页 后面那个-d和-s呢 其实来讲 你只要不打-g 它就是局域的 所以刚才我们打完react以后 再打完局 它在局域底下运行 在局域底下运行的时候 就是所以我换了一个文件夹以后 你要重新再安装一遍 明白了吧 就它不是一个全局的 它没有 全局的是一般安装在全局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pass里面设定一个东西 你们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叫set 叫pass 看这个东西吧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打了一个webpack 它在这运行的时候 首先它在看当前文件夹有没有 当前文件夹没有的话 它就到这个pass底下 这是以分号结尾的 它到这些路径里面挨个去找 挨个去找看有还是没有 如果没有 就刚才给你返回一个webpack不是外部命令 所以如果你打了杠之一的话 那么它就能 它是一个全域的 它先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 它会给你设定一个总路径 它会把它设到pass里面 一会我们还会比较这个东西 如果 它是局域的 那就不设在pass里面 就是只是哥的局域 所以未来只有webpack这个东西是-g的 其他东西都不是 好 这个说清楚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开始 c npm webpack -g 前面是i 少了个i 好 没问题吧 仔细看一看 这个只要安装错误就得重装 这个东西做的挺脆弱的 -g开始安装 没有水啊 好 如果c npm的话呢 你们会很幸福 因为它很快就装完了 装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么我们再 再打一个c npm 这个上面没人看 放这吧 打一个c npm 然后 i webpack -cli 然后的话 -g 这个呢 是这样 很多人会说这东西不用 但我在用的时候 确实遇到过 它找我 它明火之杠的 找我要这个cli 它说没有 所以一般来讲 我会把它装上 我我会怕说如果你们遇到他报了个错 然后报少包 这个你会你会很麻烦 所以呢 那我们也把它安装一下 都是很大的包 你看 也没报错 好了 做完这个以后呢 那我们看一下webpack-v 他应该给出你一个号来 4.29.6 首先这么说 webpack跟node nodejs什么关系 nodejs是我们最早安装的 你装完nodejs以后就有node 就npm npm是node底下一个专门管理包的一个工具 其实它就是node 我猜的npm应该是node的packagemanager 应该是这个东西的缩写 我不确定 如果错了的话再改 反正按照我的命名法 他应该是这么干的 他不这么干 就只能说明天赋一饼 那是人 想法比较怪一样 然后 在这做完了以后 说明你这个东西就好了 这个东西好了以后 第一个嘛 我们要开始安装react和reactdown 现在看一下 当然这个因为刚才那个是装在那什么上 所以这个底下 它还是只有一个package文件 其他的啥都没有 Explower 点 开一个那什么 给大家看 现在这个底下呢 这个文件夹底下干干净净的 因为我们刚才装的是 外边的一些东西 这只有package的json 其他的没有 好吧 这没有的情况下 底下我们开始了 我们开始安装这个react reactdown 这有一个参数叫-d 为什么刚才我在安装的时候 不打-d 也不打-s 但我现在在这个 这个地方react应该是-s 不是-d 我说一下它的区别 我先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 再给你看 cmpm react react -s 这个应该是-s 装完了 装完了以后 然后你看这个文件夹 第一个呢 这多了一个models 你说我就装了 我就装了一个react和reactdown吗 这怎么七了快点 装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 这个还惊不惊喜 eby 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 这多了两行 记得吗 刚才到这就结束了 现在这都多了两行 我这么说 当你在一个文件夹底下 没有package.json的时候 打那个-d 不打那个-d 打-s 不打-s 没大区别 只有-g和没-g的区别 其他的没意思 好 如果你打里边有package.json的话 这时你在这个局域 如果打-d的话 他会把你放到一个 叫devdependency的一个 现在不是这个 一会我们再装的时候 会产生devdependency的 如果你打-s的话 他会放到一个叫dependency底下的东西 你看这 这个react是因为我在安装包的时候 他给放进来了 放完这个react以后 他有一个尖角 16.8.6 说明这个版本是16.8.6G以上 都可以 如果把肩脚去掉的话 就是说明他精确的到这个版本 要到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其实来讲 就是我们要知道 刚才我们说的三个空间 我再说一遍 我问一个问题 上线的时候 谁能上线 我们刚才安装的那些包 谁能上线 你想一想谁能上线 比如说 真正你上线的时候 html得上 jarsgrip得上 css得上 就是编译完的那些东西的结果 包括图片资源 乱七八糟 一票的东西 除此以外 酷是不是得上去 react的酷得上去 然后相应的 react dome的酷得有 刚才我们说 bible的酷得有 那个.js必须得有 虽然我可能只要那几个文件 但是那几个文件得有 就像你运行一下 你没jquery 那肯定就崩了 你没jquery直接上来 告诉你dollar是啥 不知道 对吧 那么在这的话 这些东西是要跟着上线的 在线上没有他们玩不转 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包 安装那些包 有他没他无所谓 对于那些 有他没他无所谓的包 我们一般杠地 然后对于那些 有一些 比如说loader 像我们会看到 后面有cssloader 什么这个loader 那个loader styleloader 那么那些东西 其实来讲是 他是编译过程中使用的 他是在第三空间的时候使用的 他是把你一个 就是这个浏览器看不懂的 但是你能看得懂的那些东西 编译产生浏览器看得懂的 产生完了以后 过河拆桥 卸墨杀驴 不要他们了 那么所以来讲 实际上你看 在前段只有 只有bible那几个酷 以及react和reactdom 其实是需要的 其他的都不需要 但是在这里面 这是发布时的一个问题 到后面来讲 为了就是那什么的过程 因为真正在 真的编译完了以后 最后在那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去考虑那个事情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只考虑 这两个东西是杠s的 其他我们全部用杠d 这是一个约定 好吧 但是我杠s和杠d 该用什么 我告诉你了 这个应该改一下 稍等 好 我现在装了两个包 遇见到 多多好 真正的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